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雅頭發展女一周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生命裡的趣事 出來 每天早上 愛情都會陪著媽媽到趣事奶奶的店裡面 人家最喜歡的趣事 媽媽桌上的趣事 1 2 3 4 5 6 7 8 9 媽媽桌上的趣事發現 咦怎麼少了一塊 過了幾天 愛情跟爺爺出門上不看到一群人 圍在趣事奶奶的店 趣事奶奶說最近店裡發生了一件怪事 每天早上 總是會少了一塊趣事 卻多了一條魚 老村長又記得說 傳說魚是媽最喜歡的食物 難道 這天晚上 而且在看他最喜歡的書 突然有一個大黑影閃過他家的窗田 然後 乳白色的月光下車鮮奶油裡 在小街上 阿祺 阿祺悄悄的跟過去 過來 大黑影在 在 淘去 阿祺說 你為什麼要淘去 是 那一隻大黑影說 我不是要淘去 是 我只是 要用魚 來交換 阿祺說 如果你這麼喜歡 我隔天 可以帶給你喔 隔天 阿祺真的來了 三個晚 他參觀了小貓的書 他參觀了小貓的書 回家前 胡和小貓 小貓還送她一條魚 回到家 媽媽看到 他手上拿的魚 沉沉地說 为什么你有一只鱼 是谁给你的 是我的朋友小猫 然后 他说你不能再找小猫 因为他是一个大坏 然后 阿奇回到房间说 他不是一个大坏 他没有伤害我 然后 刚说完话 又有扣扣扣扣扣的声音 就说 老村长有什么事 老村长说 是 去死奶奶掉到水里了 好 然后 他说 我们打快去救他 哦原来是被大海影抓走了 然后他就说 然后 他们就把大海影给他走就了去死奶奶 然后大海影说 我明天就要回 回去家里 我不想要再出来了 这个别人都伤害我 然后 他隔天 并没有 走开 他是 他就是 把他 阿奇就把他叫醒 谢谢奶奶说 谢谢你救了我 我为你做了一个 大 去死蛋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好